无鸦群太极会馆 中国以兴 太极拳是像太极阴阳学说的中国古典哲学原理 用之于权理 权法 使人体能够制大 至极地发挥其各项能力 包括潜能的权术 陈氏太极拳 基于明末清初的河南温县陈家沟 由陈王廷先生创立 他以中国传统哲学周易的太极阴阳说为权理依据 而创编了这独具特色的太极拳 吴亚群 陈氏太极拳十二代穿神 当代著名太极大师张志峻先生入世弟子 中国武术六段 国家一级教练 全家工整大器 刚柔相继 多次获得全国武术比赛太极拳金奖 全面正规系统地学习了陈氏太极拳的权理 权法艺术 对科学教学和权益有独特的见解 弟子学生多人获全国太极拳比赛金牌 太极拳呢 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明珠 它呢 是通过易经的阴阳学术倡理的 所谓阴阳的东西 它就是一个平衡 中正 大气 公正的东西 它把我们这个学术放到这个拳里面以后 每一个动作你都可以找到它的影子 太极拳呢 它唱了一个明末清初 它有几百年的历史 它的本质首先是武术 因为几百年前人家练习太极拳的时候 那时候它是没有意识到健身功能 修身养性的功能 它就是一个武术 那我们如何练好太极拳呢 首先你得喜欢太极拳 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 你得沉下心来细细琢磨 然后呢 你得找到一个好的老师 找到一个好的老师 你就能学到一个正确的方法 你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方法 你练过多少年以后 你还是没有进入太极拳的 真正的内涵的一个殿堂 因为你打出来以后 你还是一个太极操 太极拳的包容性是非常大的 当你喜欢武术的时候 它招招都是波金 当你作为一个强身健体的载体的时候 它就可以给你强身健体 太极拳呢 它还是一个交友的平台 随便你到哪一个地方去 你只要一打太极拳 马上就可以交到一个 一大批很好的朋友 它是一个正能量的东西 太极拳它是一个高雅的运动 就是一个好的太极拳 它可以给人一个美的享受 有人形容它就是一个流动的山水 活动的雕塑 抒情的常诗 就是太极拳的魅力如此之深 太极拳的包容性如此之大 你想要的东西 太极拳都可以赋予你 欢迎大家加入到太极拳的行历中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